不管心情好不好 不管天气坏不坏 先品尝美食才是王道 阳光美食堂开动哦 回到节目现场 阳光城市 阳光美食堂 我是小鹿 今天我要吃什么美食呢 我只能说拜这个单元之刺 我来吃了非常好吃的牛排 很多人平常经过中正四路的时候 会遥望着一栋大楼 然后遥望着它的顶楼 25楼就是我们如斯奎的牛排餐厅 大家平常会觉得 总有一天我要存到很多小朋友的时候 我要上去好好的大吃一顿 后来我进来之后才发现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需要准备这么多张的小朋友 那今天呢 我终于来到了25楼的如斯奎 我先邀请到 今天要帮我们介绍美食 而且他真的很懂吃 也是我们如斯奎台中跟高雄店的店长 Sam Sam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说到如斯奎 我要先恭喜一下 因为你们在今年初刚获得 全球最大旅游网站 就是他们是数百万的网友 然后会员去票选出来 就是公布了美国最佳的连锁餐厅得奖名单 而且如斯奎的牛排馆被选为是2019美国最大的大型连锁餐厅当中的第一名 好 先恭喜你们 但是说到如斯奎 大家会觉得说 它就是一个美式牛排店 美式牛排餐厅 那它到底在坚持些什么 还有就是创办人 因为她是一位女士 如斯福特尔女士 所以想请Sam也让 不管是还没认识你们的年轻朋友 或者说曾经在一段重要的时光也来用餐 让他们重新再认识 到底如斯奎是一家什么样子的牛排餐厅 好 其实如斯奎这个品牌 进来台湾已经从1993年到现在 从名声店第一家 到高雄电视2001年开始 好 那我们其实在台湾已经超过了20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其实一直标榜地说 我们是提供这个美国顶级的牛排 给我们的消费者 好 那当初老板代理这个品牌 我相信也是为了台湾的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考量 因为各位不用花机票出国 就可以吃到所谓的USDA级的顶级的牛排 好 那对于就是说 大家对于如斯奎来说 可能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可能要准备很多小朋友 好 那其实这里不需要太多小朋友 好 小朋友 大朋友都可以一起来 对 好 非常幽默 因为最重要就是大家说的几张小朋友 就是我们的新台币 那么如斯奎其实她发源在 新奥尔良的这一个国际港口的城市 而且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 她的创办者福特尔女士 因为她在当时创办这个牛排餐厅的时候 她坚持 因为大家都在做牛排 为什么你的牛排特别 然后再加上上次如斯奎的Vivian请我吃之后 我真的发现当时创办女士 然后再加上赫士蒙集团引进之后 你们也坚持着当时她们创办的传统 还有她们希望端上牛排的时候 给所有的品尝者的时候 都是非常温热 而且刚好的一个美食的timing 因为她还会去分说 大概有几分手 然后还有在餐盘 吃盘上面也特别讲究 然后还有关于在饮食上面 肉也特别挑过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这位Lucifer Tell这位女士 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她其实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当初就是独自抚养小孩 那顶下一个牛排馆 那那个牛排馆就是Chris Steakhouse 她为了要跟之前的做区别 又不想要流失原本的客群 所以就是在这Chris Steakhouse前面 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Luc Chris的由来 比较特别就是说 这个烤炉是她自己发明的 因为我们是强调 华氏1800度高温 相当于摄氏982度的高温 急速烘烤 因为这么做的话 才可以让肉质的表面 急速的收缩 可以把肉质锁在里面 然后我们出餐前的话呢 会再淋上奶油 提升上的香气 那会把牛排放在 有华氏500度高温的磁盘上 那相当于摄氏260度左右 对 那在淋上奶油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发出 的声音 对 那再加上奶油的香气 所以其实牛排上来说的话 不只是视觉 因为我们的牛排 您可以看到有厚度 嗅觉有牛排的香气 然后吃起来的话 绝对是多汁 软嫩 饱满 真的能够品尝到 牛肉的真滋味 而且它也强调 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 去烹调好的原料 像牛肉的部分 其实我也知道 如斯葵时常会去挑选的 是Proms等级当中的 在更优等的 这个部分也是一直 你们的坚持吗 在原料的选择上面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一定要给消费者 最好的东西 也是秉持着 那个如斯葵的服务的精神 在烹调的过程来说 其实我们没有做 过多的调味 因为我们希望客人 可以吃到食物 最原始的鲜甜的味道 所以我们只有 撒些许的胡椒 跟也直接就下去烘烤了 所以如果说 你平常吃惯了 可能要沾很多的 酱汁酱料 我推荐大家 真的 下次你如果说 有机会 或者说母亲节快要到了 可以带妈妈来 吃一顿大餐的时候 真的品尝看看 如斯葵的牛排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不过今天我来 再次来到 如斯葵的时候 如果你也爱美食 你爱牛肉之外 你也爱品尝 有些人都觉得 吃美食吃排餐 尤其在吃牛肉的部分 有些是爱好品酒的人 一般大家去到餐厅 可能大概就是有几支酒 然后就供我们消费者去挑选 但是今天来到如斯葵 才发现 老板真的很懂酒 而且他对于在配菜的部分上面 酒真的一点也不马虎 对啊 其实我们给客人最好的牛排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客人 最好的酒的选择 这样子才能够相得益彰 对 所以在酒的选择 其实我相信我们这边 从旧世界的法国 不过多产区的 跟新世界的美国 或者是澳洲的一些顶级的酒庄 我相信在我们的酒单上 都可以挑选得到 对 那也有比较符合 就是大众口味的 我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酒款 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新的选择 对 所以其实不止这样 我们另外还有单杯的选择 所以酒的选择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对 因为有的人想说 我不是一家族或一群朋友来居 他们可能一瓶酒喝不完 原来这边有很贴心提供就是单杯 可以来品尝 不管是跟妈妈两个人 或者老公干脆带老婆来 慰绕妈妈的辛苦 两个人各点一杯不同的品牌的酒 这个也都是非常好的搭配 我先分享一下 我上次来呢 可爱的Vivian呢 请我吃了乐眼牛排 我只能说 如果你跟我一样真的很爱吃 但是我一餐 我很喜欢吃不同种类的 旁边的朋友 有人点羊排 我也吓到 就是他在选择上面跟份量上面 其实这个是一般 大家可能已经遗忘了 原来如丝葵 虽然价位上大家都觉得 好紧张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紧张 怎么样四张五张的蓝色小朋友 并没有 是一般跟牛排餐的价位是差不多 但是在份量上面 这一点也是如死葵 自己在坚持 而且甚至其实也是算 让大家能够在吃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吃到美食之外 还能够吃到一定的份量 能够吃到饱的这个程度吗 对啊 其实我们菜单上的份量 就是强调family style 其实在美国来说的话 大部分去牛排馆 都是家庭客户为主 所以他们都会一起share餐店 那其实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 把美国的份量跟食谱 就是全部移植到台湾来 对 所以其实在份量上来说 通常我们不会建议 一个人吃一份 会太多 而且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太单调 其实可以多找几位朋友 大家一起share 菜色上来说 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一个氛围会非常好 这也是您刚刚提到 就是美国family的感觉 不过如果你真的是怕 有些人是说 可是我真的不吃牛 Sam怎么办 不吃牛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 还有其他的非牛排类的选择 比方说像羊排 海鲜 龙虾 或者是鸡胸 那当然也有一些 当然也有一道是针对素食 蔬食有的人不吃肉 那我们也有一个 蔬菜盘的选择 烧烤波特菇 其实在菜单上的设计来说 我相信我们可以满足 所有的消费者 因为刚好母亲节要到了 对不对 今年的母亲节的套餐里面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是 爱吃牛排的妈妈 牛肉的妈妈 他有一个生的非被牛肉薄片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您刚刚说的 如果是素食妈妈 或者说他其实比较喜欢海鲜的 这些也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嘛 对 如果说本身不吃牛排的话 或是不吃牛肉 像我们在前菜的部分 还有提供这个鲜虾凯撒沙拉 或者是龙虾汤 龙虾汤 我要说一下 龙虾汤上次我有喝 超浓而且有料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这一道 所以我们把它加在套餐里面 对 直接配在套餐里面 让客人可以直接喝到 我们这一道龙虾汤 对 鲜美的味道 而且我有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靠赏一下 你妈 因为平常你可能真的 太让你妈劳累了 她还有活龙虾 就是可以一起搭配双人的套餐嘛 既然说到这是主餐的部分 你们家的一些沙拉跟浓汤 也是很招牌 而且我先补充一下 份量真的很够 份量真的很够 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点了 就是鲜虾沙拉 但没想到我来店的时候 Sam店长一直跟我说 你要吃一个隐藏版的沙拉 请问一下杭阿赖的店长 我上次吃鲜虾的沙拉 是点错了吗 没有 那个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好的选择 就是菠菜沙拉 为什么 菠菜沙拉这一道 我相信它的名字 看起来是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我要跟 就是跟各位听众报告 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己的员工 都会吃这道菠菜沙拉 对 因为第一个 我们常常在外面吃的 生菜沙拉 大部分都是美生菜 罗曼生菜 比较普遍的 很少会用菠菜来做 这个沙拉 对 大家对菠菜的印象 就会觉得 它可能要真的熟食炒过 才会觉得好一点点 但是要我吃生菠菜 Sam店长 这个你有特别处理吗 还是说 如四葵这边 他是真的有特别去 在挑过 怎么碰掉 当然在食品卫生安全 我们一定会做处理 让我们的消费者 能够吃到最安心 最安全的 那比较特别是因为 我们这个菠菜沙拉 只选最软嫩的菠菜叶 所以就一大把菠菜 其实它一天可能产量 只有一两克 对 就是限量的 对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酱汁 我们是用温热培根酱 这道酱汁的话 里面还有加白糖 还有加一些红酒醋 喝着酸酸甜甜的 搭配菠菜吃 其实非常非常的对味 所以这个应该会颠覆 大家平常对生菠菜的感觉 因为有的人你知道 他会怕太有那个菜味 淋上了温热的培根酱 这个味道上一定会是不太一样 我下次要来尝一下这一道 因为刚刚Sams跟我说 你下次来 而且听说吃这一道 还要赶快先打电话 跟你预订 对不对 对 一定要在定位的时候 先请就是我们服务人员 帮您预留这一刻 不然的话 因为它每天只有限量供应 我们只会依照我们当天的 进货的菠菜的数量 去准备客数 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这一道的话 会建议您在电话室 先做预订这样子 OK 好 这是在沙拉 然后浓汤的部分 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 龙虾汤这个是一般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喜欢吃海鲜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一个基本款 点就不会错 但是他们也有每一天 煮出精致的浓汤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人来到如斯葵 除了吃牛排之外 还有很喜欢吃你们家的精选 一些开胃菜招牌 所以请问杭阿莱的店长 Sam 你刚刚说了 要吃菠菜沙拉 然后还有什么呢 是平常大家来 你就说 真可惜 他没有点到我的隐藏版的 非常好吃的隐藏菜单 这个开胃菜的部分 我会推荐这个 牛奥梁煎虾 为什么 因为这一道的话 其实您看它的 我们的发源地 是那个美国的牛奥梁 那其实这道煎虾的话 它具有相当的 这个牛奥梁的风味的特色 对 它一份的话是有五汁 而且它的酱汁呢 是由那个大蒜奶油 加白酒下去烹调 其实可以搭配着 我们餐前所附的 那个法国面包 沾着一起吃 非常 我补充一下 那个如斯葵的面包 也很好吃 而且就是真的也跟 我觉得跟牛排一样 都是希望温热的时候 正好的时候让大家吃 他们连面包端上桌的时候 在保温的部分 也做得非常好 而且你们家的面包 后来听说还有人 想要打包对不对 对啊 这个我们怕面包冷 所以我都给它穿衣服 就是保温要做好 对对对 所以你说这一个 牛奥梁的煎虾 也刚好可以搭配 就是好吃的面包 对 一起来食用 那我给大家良心的建议就是 因为通常配菜都会先上 那一天呢 我们太早吃了 后来牛排吃不完 还好VVM帮我打包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你先浅尝过 对 先吃一些 然后剩下的就是 煮菜来的时候 你真的要好好的品尝 因为它虽然盘子有温热 可是牛排真的最佳的时机 就是它端上桌之后 它的juicy的那个肉汁 其实还是会随着 温度慢慢冷却的时候 对 它会消失 好 所以我顺便补充提供给大家 就是他们非常棒的一些 招牌的开胃菜 那除了牛奥梁煎虾之外呢 还有什么 你觉得真的来到如斯奎 别忘记了在点的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真的必吃的 另外一个就是牛奥梁泄肉糕 其实您如果看到 我们的菜单的话 只要看到牛奥梁 或者是说菜单上 我们有红字特别强调的 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着手 当您不晓得该怎么点的时候 就是不会错过美食 必尝美食 对 那蟹肉糕的话 它一份是有两球 都是用蟹生肉蟹管肉 对 外表在烤到酥脆 对 而且分量也非常足够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 其实我们的开胃菜 非常非常的好吃 有时候客人 一开始吃 就会点很多很多的开胃菜 结果反而 真的 这一点我要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被前面的开胃菜片了 虽然很好吃 然后真的不要面包吃太多 然后又喝了浓汤 我跟你讲 那一天我记得Vivian 端上我们所有人的主餐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半饱 然后说 怎么还有这么多菜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 其实它的份量比想象中 真的 你自己想象的还要饱足 所以真的很适合 不仅仅是两个人来吃 尤其刚好我们亲家要到了 或者说接着上来 可能家里面有谁生日 这些真的都很适合一起分享 好 那原来还有这些隐藏版的 我下次来继续来品尝来点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也想推荐 因为我吃完之后 我记得那一天我跟Vivian就说 你们家洋葱圈超好吃 对啊 洋葱圈很扎实 我相信 因为我们是用整颗的新鲜洋葱下去做 我强调是整颗 所以不会是大家想象中的一般 就是细细圆圆小小的 对 我分享一下 我那天吃 我有吓到的是 我在想说是没事吗 就是大家真的就是 一定要整个视觉上很震撼 所以它切出来的厚度 那个洋葱圈的厚度 不是一般大家在外面 不要说咸酥鸡点 有鲜牛排餐厅它也有卖 但是吃起来知道 外面对有酥脆的那些皮衣 但是里面干掉了 或者说其实没有吃到太多的 洋葱的鲜美的汁 就不够甜 其实洋葱是甜的 但是那一次我在 柜店吃到的时候 我有吓到 第一它的那个厚度 除了外皮酥脆之外 我后来去跟主持人说 真的好吃 它里面还可以吃到 非常多汁的这些洋葱甜汁 这也是你们的坚持 对啊 对啊 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强调 就是其实食物的 最原本的这个味道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呈现 给消费者的 不用做过多的调味 让消费者吃到最真实的 食物的这个感觉 对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从主餐 然后一路吃开胃菜还有汤 来最重要的 接下来 甜点呢 说到甜点 我曾经来吃过的是 香蕉奶油派 然后上次呢 是因为吃到撑到不行 我没有吃到甜点 但Vivian说 其实焦糖布丁也是一绝 所以Sam就是 如果有来过如斯葵的 你会怎么推荐 或者如果是初次来到如斯葵的 你会各自怎么推荐 对于第一次来的客人 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 他这一次只能做一个选择 对 所以甜点的部分 其实像香蕉奶油派这一道 我说它的内馅 是有白巧克力内馅 加上香蕉利口酒 然后出餐前 我们会再用那个 把香蕉切片叠成 叠成像花的样子 上面再用那个 那个盆枪下去做烘烤 对 那这一道是非常非常 受欢迎的 对 网路上非常非常多人喜欢的 所以这一道应该算 人气招牌网就对了 就不知道怎么点 你就是香蕉奶油派 请上这样子 对 如果是说 想要觉得分量上 就是今天的味袋不够 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看看 焦糖布丁 对 焦糖布丁的话 其实这道是一个 传统的法式焦糖布丁 那在饱足感来说的话 它不像一般的派 或者是蛋糕 那么的有饱足感 但是这道比较特别的是 您吃到最后 您吃到底部的话 您可以看到里面有一粒一粒 黑黑的东西 不会是传说中的香草籽吧 就是传说中的香草籽 天哪 因为很贵 Sam 那个很贵 我必须讲 有在做甜点 或者说有在做一些手工面包的 有些真的就是 因为一般大家觉得 增加香草香气 其实有很多方法 就可以让它很浓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为了健康 或者说为了让它真的 真实的美味呈现的时候 进口这个香草籽 它是用几公克下去算的 很贵 而且这两年好像 国际价格之间飙涨了double 对啊 所以就是其实 我们的甜点非常非常的实在 我相信吃过我们的食物之后 我们没有用过多的食品添加剂 添加物 对 绝对都是给消费者 最好的东西 对 吃起来的感觉绝对不一样 对 所以从主餐 前菜 然后沙拉 浓汤 到甜点 你在品尝的美食过程当中 它的食物 这些挑选 我觉得是现在的人 会更加的去思考 就是有些时候 不是只是为了当下 吃起来好吃 市面上有很多 它是着重于过度烹调 甚至用不同的一些 相关的做法 演示掉食物原本应该呈现的原始美味 那我觉得如斯奎在这一点 真的 它重新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为什么从一开始我要介绍一下 在全球最大旅游网站 然后在今年你们同样的又获得了 如斯奎又获得了美国最佳连锁餐厅得奖的名单 那当时这一位创办者的坚持到现在 在高雄如斯奎在顶楼的25楼 还是坚持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烹调 这些美味的牛排 所以今天在母亲节前夕 我来到高雄中正思路 这一栋传说中的大楼 然后走进了25楼 来跟大家分享卢斯奎 这些好吃的主菜跟特色 然后最重要是因为母亲节要到了 其实我刚刚一直提到说 为妈妈想 当然除了有这些牛肉之外 还有你们家在今年 如果说真的过两天 要带妈妈来吃母亲节套餐之外 除了你刚刚介绍的那个甜点 因为我顺便讲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开胃菜甜点 这些都其实可以顺便单点 来做大家不同的血儿 对不对 对对 其实这些都可以用单点的方式 来做搭配 来做选择 那是母亲节要到了 所以我要熬一下 如果真的是带妈妈来吃的话 Sam你会怎么味道妈妈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bonus的东西 或者会送些什么 我们这一次针对母亲节的话 我们有设计一个套餐 对 如果说到这个bonus的话 有一个很特别的亮点 要真的有亮点 再讲哦 有有有 超级亮 就是只要点我们的母亲节套餐 我们会赠送一个青木定制的草莓慕斯蛋糕 真的假的 你说的就是传说当中日本非常知名的甜点大师 而且听说这一个口味是这一次特别 专程因为母亲节特别制作限量制作的吗 对 他只替就是卢斯奎做这个就是顺便是表达对母亲的一些谢意 对 所以这个口味在就算台北的门市也吃不到 市面上应该是买不到 买不到 所以真的是赫士蒙集团老板亲资清点 就是为母亲姐制作的 师傅们特别为妈妈制作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平常就觉得已经吃到青木定制 师傅他们的马卡龙已经很开心的话 那你想吃到真的算是独家限定版的青木定制的草莓慕斯蛋糕 对 草莓慕斯蛋糕 那今天我来到在大高雄中正四路的大楼顶楼 卢斯奎跟大家分享他们平常 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也喜欢吃牛排的话 那千万不要错过 而且他们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就是 他可能比较难进入来的门槛 其实在你带着三五好友来这边聚餐 有很多的单点或者说主餐 其实你都可以share 其实平均下来跟一般你可能 大概两千出头的牛排店 其实你可以吃到的 我觉得那个美食的品质会更好 那过两天是母亲节了 妈妈平常这么辛苦 我觉得让妈妈开心一下 而且今天也让店长为了妈妈来多送了 这个非常好吃的甜点 青木定制草莓的慕斯蛋糕 你要亲自来到店 然后也专门为妈妈设定的套餐 那就可以专程由师傅 他们为母亲节限量定做的 这个草莓的慕斯蛋糕 最后也是母亲节要到了 来Sam 我们来祝福一下全天下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祝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 母亲节快乐 好谢谢 谢谢我们如思奎台中高雄店的店长 那我先预告一下 如思奎有礼物要送给大家 怎么送 我要出什么题目呢 待会准备好你的口音捐写 电话打进来 零七五三五一五七七 五三五一五七七 今天非常谢谢Sam接受我的专访 谢谢Sam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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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